綠色路徑是listworkbook.pass 那如果說你以後啊,你想說,老師那我不要這個路徑啊,我想要用哪個路徑啊 我想要用絕對路徑可不可以啊 按右鍵 編輯位置 你可以把這個路徑複製一下 對不對 然後呢就不要用listworkbook 直接在這個地方 DataSource後面這裡啊 就是這個雙引號 把delete掉 直接把剛剛的路徑貼上 貼上之後啊 這樣就ok了喔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可不可以給他一個絕對路徑 可以啊 這樣就好了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放在這台電腦的某個地方 直接用這種方式 就ok了 那第二個是如果你放網方的話 網方怎麼應該都有用過網方吧 網路上的方名分享 應該共用應該都有用過吧 比如說我今天好了 假如說我今天是共用這個目錄好了 比如說我 共用的 我這個 這個目錄 那這個目錄的話呢 比如說我這個目錄放在桌面上 那我把它共用按右鍵對不對 那將來不是會有一個共用 這邊不是有個 共用 這個應該各位都有用過嗎 共用這個資料夾對不對 然後 這個地方的話 Win7好像有點不太 反正就把它共用出去喔 那將來它會有一個路徑 你可以在網路上抓到這個路徑 一樣可以把這個路徑給其他人 然後呢 將來存取的時候 只要在公司內部的話 就可以抓到這個路徑 這個地方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網路上的方鈴 你將來在 電腦裡面 如果說 你想要知道現在的網路 你可以 先知道一下自己的電腦名稱 電腦按右鍵 右鍵之後的話呢 你可以去 看一下自己的那個電腦名稱 然後呢看一下你的共用的那個資料夾名稱 那將來也可以利用共用你的名稱 像我這一台 名稱 叫做 PC 736 所以呢將來呢 如果你要存取我的就是PC 斜線斜線斜線兩個斜線反斜線 PC736 然後在斜線